以及我們所有的嘉賓 我是立法委員黃昭順 黃委員在台北立法院國會辦公室的主任 那麼首先我想幫委員跟各位道歉 因為委員今天在南部有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來參加 但是陳如周理事長講的 委員對周理事長最有推行的這些 觀光醫療的事情非常非常支持 一向非常非常的希望盡他自己的力量 能夠來協助大家 我相信 耳後也是一樣會秉持這樣子初衷 來為各位服務 剛才也聽到我們周理事長 在一路走來非常非常的辛苦 我想這個協會有今天的成就 不是黃委員的功勞 是我們周理事長非常用心 非常用心去把它推展成今天這樣子 我想大家真的應該再給周理事長 再越來越推 當然周理事長特別講了 這個希望把觀光休閒的這些醫療 能夠越推越廣 那麼我相信各位也看到 這兩天這個媒體報得很清楚 我們參加國際的組織 結果很明顯的被拒絕了 什麼理由 剛才周理事長都講得很清楚 那麼因為 一些人為的意識形態 而使得各位的傷心也好 或者說參加國際事務生意 被不予外面 是很沒有意義的事情 委員那些事情也非常非常關心 但是我想 委員一個人的關心 周理事長一個人的關心 是沒有用的 需要在場的每一位 都要去關心 我們中華民國台灣 把我們的聲音放出去 跟大家一起的交流 這才是真正的真無之道 那麼在這邊我想 我也不講太多的話 那麼我祝今天 論壇非常的成功 也祝大會非常圓滿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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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真的非常感謝楊正 我一路走來 楊正在 我們華國委員 是支持的 真的很支持 我在想說 其實 將來要 南進西進 應該 台灣的機會 還是很多 還是很多 但是委員都要繼續支持 我想我們走得更順 感謝 感謝 非常感謝 請的那個 我們接下來請 慶生診所 總院長 高國慶醫師 為大家 發言 好 各位來賓 上場 我是高國慶 我跟周理事長一起合作 我們大約有20年 最近從96年開始 現在到2016年 這十年 非常的辛苦 由於最近 這四年來 我們的醫療 出了很大的問題 因為健保的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 轉型去做一些其他的 這樣子的一個 自然醫學方面 不然的話 對人類的福祉 我們出了很大的問題 我們以現在的醫療政策 一定是破產 山蘇政府也輸 外星也輸 醫生也輸 所以 我這幾年做出來的很多的 特殊的療法跟很多的南進 很多的政策 我已經得到 我北方是 朝鮮金正恩元帥 賦予我任務 說要把 一些 好的方法要留下來 因為朝鮮他是 他不是全民建保 他根本看病不要錢 他吃飯也不要錢 他上課也不要錢 所以 很多的政策 我們是根本不了解 以為北方很糟糕 但是不管他們政治怎麼講 他們在很多的醫療方面 他很需要台灣 尤其需要台灣很多的 傳統的醫療 而不是傳統的西醫 跟傳統的中醫 所以我這方面有很多的研究 跟金正恩元帥報告以後 他們非常的同意 那這是往北走 往南走的話是在越南 那越南 我因為有很多的 深入分的不方便 都是請那個 陳振榮 陳執行長去簽約 我們都有把約給簽回來 可是呢 因為 很多政治上的因素啊 所以 也沒有辦法 很明正的公開 可是在520以後就很糟糕了 520以後不公開就 沒有路走了 因為 福州這邊整個把我們斷路 整個路 福建國整個把我們路給斷掉 廣東國也斷 浙江國斷 講白了就是我們的醫療習系 整個的趁日月光 也還有五千億的資產 那整所要被關掉 整個是斷掉 所以 沒有辦法 所以 從520以後 我只好公開的出來說 我必須要帶領一部分的人 北上朝鮮 我也必須帶領一部分的人 南下 越南 為什麼我們整個到越南 因為我們沒有資格到新加坡 蔣實在很抱歉 這個大家心裡要有數 我們沒有資格到新加坡 新加坡根本不要我們 馬來西亞也不要我們 印尼溫南也不要我們 只有越南要我們 為什麼因為 因為越南不要中國 所以我們還有機會 如果越南要了中國 我們一點機會都沒有 所以我們的意識形態 很 很無奈 當然最好是留在台灣 就這樣好吃好睡好死 但是我看到最想好死的機會 都恐怕沒有 那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 只好 我只好這次站出來 7月24號我站出來 我在立法院就站出來說 我們必須要這樣子做 我們必須 在北方要跟 東北亞的計劃 那不管他是怎麼想 但是東北亞很需要 東北亞非常需要我們的醫療 那東南亞越南醫療 非常需要我們的醫療 各位如果說你認為非力量不好 我很抱歉 你們想去非力量看醫院保證會不會成功 沒有人會要台灣的醫生 他是因為 我們政策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很簡單的講說 我跟周理事長非常的辛苦 我們當年只是想說 只要去西進就好了 後來沒有想到全部被擋住了以後 還好 陳振榮執行長 我們派出去 跟我們合作了 我們已經把越南的清越醫院 海防醫院 公安醫院都簽下來 那我這邊是把平壤醫學院給簽下來 所以如果各位 各位的產品 各位的思路 各位的套路的話 如果在大陸上如果遇到很多的困難 因為我弟弟很清楚 我弟弟現在就遇到困難 大陸就講說你的東西 產品來 你必須 資金四千萬 一毛不少 到位你才談 不到位就不要來 四千五兩億 你要有兩億才能做生意 你台灣有兩億 我會不會去大陸做生意 所以我想講白了啦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 如果再把眼睛放在大陸 我們會死得很難 那我們如果不南靜 沒辦法 南靜政策以前是 在國民黨的時代 是在高雄的時候 我們很有幸 被黃昭順立法委員 來支持我們 那個時候有南靜的那個 那時候不叫南靜啦 那時候有 政府有一個 這個辦事處在高雄 我們還好搭上這條線 所以我們還好有這條線 所以我們 南靜裡面 我們越南起碼還欠佳 柬埔賽我們已經走了十年 結果 把我們報紙登的說說 我們是黑幫啊 我們醫療團在柬埔賽 那個時候是 是鴨子在做嘛 鴨子 他已經去世了 株連的鴨子 說我們醫院裡面有槍啊 全民醫院啊 所以我們 我們在柬埔賽 也是被大陸打壓得很慘 所以我們現在只剩在越南 各位 我很沉重的跟各位講 我們南進政策如果再不走 那也正好 南進政策也 符合現在蔡英文政府的 法令 所以我希望說大家在 周委市長的領導之下 趕快往南走 那我會等下下午的時候 我會把整個南進政策 的一些事情跟各位做報告 好謝謝各位 接下來我要把主持幫你交給我們真正的主持人 因為我只是代理司儀 那麼我們就邀請我們 億萬昌廈門貿易 感謝大家今天 犧牲假日 來參加這場 這麼有意義的會議 給大家 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 好嗎 你們是最棒的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精神有一點好像還不大夠 好謝謝 那接下來 我們為大家介紹一個非常優秀 新觀念資產管理顧問公司的 總裁張彩銘小姐 張總裁為我們分享 致詞 謝謝 請樂隊掌聲 歡迎 謝謝 我個人覺得非常榮幸 能夠今天 跟周理事長 共同承辦2016 世界養生大會 台北論壇及輔助醫學 以能量醫學 電子燒棉討會 上次在立法院舉辦的 我們也共同承辦了這樣的活動 我覺得 周理事長和我們 一直這樣 努力不懈的 積極了各位專家 一起為台灣的 健康醫療養生 不斷的來奮鬥努力 實際上是 就是台灣不斷向前的力量 那我剛剛有 那剛剛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說 我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全民進經濟共享大 幸福兩岸圓夢 十二大計畫 愛國工程 那這是我個人跟那個 我們周理事長 大家一起 我們是主要的兩位召集人 一起來發起 那目前這個活動呢 上次在我們這個 會場 入管院的會場裡面 也非常多人簽署了這個 就參與的這個 意願確認證明書 還有那個協力運作書 我們已經有超過這個 六七十個單位的負責任 包括我們這個 非常有專精的這個高理 理事長 還有我們裡面 非常多的專家 我們有這麼多的專家 投入也 引起了大陸方面 非常多的肯定 甚至說是震撼 那這個我今天是 我手機裡面都有拍照 就是那個 那個聯合國的這個世界綠色 綠色經濟發展聯盟 他們是在那個奧體中心 就是國家的那個 奧運的體育館 中心裡面的 那我們在那邊已經有正式合作 還有各方面的照片為證 那我們就有原則上就說 其實我 長期以來 這個不斷的努力 特別來 增進這個 兩岸的和平 還有交流 在兩岸已經得到 蠻多的肯定 所以現在媒體對我有蠻多報導 如果大家去看一下這個 張彩霖 這個東西就會知道 蠻多的報導 那我剛好聽到這個高理事長 在這個 到那邊好像有一些 碰壁 那可能就是說 我一方面的出發點 就是為了兩岸的 這個和平交流 有一些比較 就是有一些還不錯的貢獻 其實他們對我算是蠻比喻的 現在我就坐落在 像我最近就跟他們這個 無錫國家 國家級的 那個 技術創新園區 裡面就正式合作 那他們這個園區呢 非常的包端 是國家級的 像那個若貝爾得獎的 他們都是在那邊開會 那他們已經把所有的這個 也是這樣的會議場合 只要做半額活動 我看都是給我們辦的 然後 國際起的會議廳 也非常的多 那只要代表那整層的這個健身中心 然後整層的交易廳都是免費提供的 給我們就是說 我們兩岸聯盟的會由來使用 那自己呢 投資沒有錯 外資 就是像 我們高 這個高醫師講 一般來講他外資他都是要求你要 資產時事大位的 就我的話並不需要 並不需要 那當然而且我們只要提供很好技術 比如像你聽我講的什麼三機 那個三醫科技啦 DNA啦 或者說 比較先進的 各方面的 至於我們聖事權不用到 我們戰技術股都是可以的 他們都可以來 出資 合作 所以原則上 可能就是說 碰到的線 碰到的線 因為原則不斷線 算是比較 金權取向的 其實他一開始是要求我這樣子 那因為我後來在 他認識我一點啦 發覺我這個 知名度暴漲 然後來 非常多 包括聯合國都主動 來跟我們合作 我們台灣沒有辦法合作的 他們也都主動來跟我們合作的時候 他就 就是說 請我去付說 跟我們非常多特殊的 特別優惠條件 那因為這東西 不方便公開 因為他對其他 也就變這樣子 那所以就說 原則上如果說大家 也希望去大陸發展 大家發展一個好處 就是說同文同走 可你要學習 其實也是要蠻久的 要蠻久的 所以為什麼就說 台灣勒 為什麼那麼多人去大陸投資 也是因為同文同走 那現在他們在這個 經濟策略方面 給我非常多 大力度的支持 所以如果大家有打算要 包括我們高理市長 那個 這個高院長 如果你們這方面的專家都願意去的話 他們原則上 我們只要在我們公司弄 我們他實際上都會有一些補助 都會有一些補助 然後如果說進去的話 最多他是比如說 獎勵1500萬 人民幣 那1500萬來他大概是 比如說800萬的創投投進去 然後給一些無息貸款 還有一些是 給你的補助 大概各式各樣 最多在那個江蘇方面 有1500萬人民幣 所以那個原則上 就是說 其實我應該是在大陸進展 說我大哥 我後哥跟我講 他說 你是到底多少錢 你沒有大資金 你怎麼去跟人家 合作 這樣子 那我是就是說 我憑著我的這個熱權 海峽兩岸合作聯盟 就是談兩岸在各方面的合作 不管是資金 或這個技術上的合作 那在那邊 得到很大的回響 那我就就是說 我們 其實 兩岸內戰 就我們的憲法來講 他是一國兩軍 內戰真的已經很糗了 目前他還在敵對 但我覺得坦白來講 這個 應該是可以好好來談和解 那實際上來他主要 我覺得他是面子問題 所以他說 站在民族情感 只要你們任同一個中國 什麼都好談 你要進國際會議組織也在幹什麼 但是 任我們的主線 我想這是他的這個原則 那所以 福井他那時候跟 連戰他是這樣講 即使他 你 你跟他認為他是兄弟 他就讓你進國際會議 你不認我們是兄弟 我也不認你 我就幫你當陌生人 就不要給我進來 這是他們的原則 那所以我說 路要走 對 所以如果你們要去大陸的話 歡迎你們跟我一起 共同 進入 那會得到很多 很好的支持 包括他們那邊的央記 也跟我也有簽約了 也跟我有一點簽約 那我們那邊的話 就是說 他針對一些 他不是真的 他就是說 給我們 就一年 比如說兩億的額度 兩億的額度是做 比如說英收賬款 英收賬款 融資 半年之內 比如你已經有很多訂單 你做外浪 然後 他可能辦的話 才給你再三個月 只要這個廠商他合時 就真的是要買 他就會借你的 那這個東西呢 只要你不算中資 因為他是借你融通 他沒有佔你的股權 只是給你利息 然後呢 他又比銀行好 比銀行好在哪邊 銀行本身 就是說要當薄品 那他是不用當薄品 他只要你合時 就是說他會跟這個買方確認 那如果你買方 很有知名度 也很有財力 他覺得就會蠻快的 那目前他也是給我就是說 一年至少兩億 就是至少 多的話 九一十一都有 那所以就是說 有時候是我們的劇院 那因為我就是說 蠻常發表正能量的東西 那今天各位有些人還沒有 上次沒有簽的 也可以簽 我們這個議院認同 近年書 因為未來 很多媒體 各單位都會支持 這個兩岸 有沒有十二大計劃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兩岸十二大計劃 是哪些 那我們周理事長也非常的肯定 我們目前規劃的是這個 大資本 大網絡 大數據 大文化 大旅遊 大農業 大教育 大健康 大養老 大創業 大綠能 大智能 那 那為什麼會有這十二大計劃 職場基本上是這樣 大資本 各位任何 現在市場走大資本的時代 各位你雖然很辛苦 但是呢 譬如說有人很有錢 他一下子就把你競購了 你的努力就變成他的 他在時間上 就 就因為靠著他的資本就領先了 就具有競爭力了 就具有競爭力了 然後 好好好 那沒關係 可能後面還有一些其他人要弄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呢 再來找我看 那這個有一些上次沒有參與的 我們有 有這個表格可以讓大家弄 因為我想要今天時間有限 那如果解釋完十二個可能就要很久 那未來應該一兩個月之內 就會在媒體上發表 那大家再來看就可以 再請教 再請教我這邊是那個 那我每一個協力去做證明書 如果有一些人 他們想參與的呢 待會跟我們的那個秘書 就是我這個 這是我的秘書 那月美那個 來哪 那可以來簽署 用好 我這種就會依給你們 大家 好 那今天先這樣 因為我想說 時間有限 不再用課 太多專家學者的時間 謝謝我們張總長 張總長本身 也是 市長的主席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 這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也是 中華睡眠品質協會的 秘書長 賴寅盧小姐 謝謝 謝謝 大會主席 各位理事長 各位鮭貴賓 掌聲鼓勵 吳瓏龍先生 各位來賓 大家好 好 我簡單自我介紹 我是中國醫藥學院畢業的藥師 所以我很關心 醫療健康的產業 那我自己本身在標準檢驗局服務 超過三十年 所以對於這個產品的標準檢驗認證這一塊 如果說在 各位的 不管是西境或者是南境的 商機上面有需要服務的 我可以進的力量來協助各位 那我非常對付周理事長的是 十二年來他能夠為我們台灣在這麼 在國際上被打壓的情況下 打出來這麼一條 雖然目前還不算是 非常 不算 康莊大道 因為是閉路的藍魚 非常艱辛走出來 但是能夠堅持 能夠帶領 帶領著我們走到今天 能夠讓我們在國際舞台 有這樣的一席之地 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將來大家能夠集合力量 追隨周理事長把大家的 優勢都給發揮出來 那今天時間有限 不贊助大家的時間 謝謝各位 掌聲鼓勵我們 麥林吳律師長 接下來我們歡迎前三法院副處長 吳東龍吳副處長 謝謝掌聲鼓勵 你是大陸來的是嗎 台灣只有立法院沒有三法院 因為你寫這個字太藝術了 我真的是有一點 忘了意思 我開玩笑 大家好 我叫吳東龍 是這個原來 在外交部 從民國七十年 到七十九年 我在立法院九年 那在 在外交部九年 國內 四年大 國外四年半 國外是在 中英羅瓜地馬拉 那後來 我就 把這個外交官都丟掉 然後就跳到立法院 在立法院 一倍的時間是八年 擔任教育科長 還有 總務處副處長 八年前 我又把這個 大家這個 很羨慕的一個工作 又丟掉 我丟掉 我丟掉以後就在搞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跟這個做理事長是有點像 所以我想 在座應該也有很多這個 修道人 修行人 你知道這個是 就是每個人都有老天賦予他的一個使命 那我想我們都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才會被 被這個 安排來做這些工作 那我昨天去這個 冠軍山那邊參加一個 中華盛道開基 學會 學會 就是 宗教界的一個 成立一個學會 那裡面 應該是說這個 庚廟尼的這個 住職 這些 聚集的 那我剛好也帶這兩樣東西去 那結果我在那邊受到很大的肯定 那今天 我剛了解各位 都是 我們在電裂醫學 在醫學方面 應該是各類的專家 所以這是所謂比較什麼科學方面的 今天我們大家又記在一起 我也很感慨 所以我們其實都是 要替天行道 要做這些東西 尤其是 現在的這個整個 世界 有以文明的這個進展 大家身體都搞壞了 跟這個自然 和形 通過 那所以 就是要靠我們這些 真的才能過來 來這個救人 可以說救人類 也可以救地球 所以我們是 具有共同的使命 那有些人 就 就開路 就付路 那我們是來做的 那我自己也是 十二年 我也是可以說 搞到後來 我比這個做理事長更慘 我現在就是要被家裡敬身出戶 但是我不怕 因為我現在 我真的 我 我說我有這個能力 把一件 廢物 就一結這個樹根 把它變成一個 第一個有形象的東西 第二個 它還有功能 我可以用它來 來按摩開打 所以 我是很奇特的 我從 從這個文化 難得再走 今年算是說 另類醫療 那這些都是 中華文化裡面的 所以我們 台灣最重要的是 我們 要 要 這個發展 這個文化法 這個能夠 那我們 其實台灣 真正的優勢 就在這裡 真的這裡 就是這個所謂 觀光 醫療 台灣真的要救台灣 不再是高科技 是觀光醫療 所以都是 在我們的責任 其實 我們就用中華文化為底 來做這兩件事件 我們就可以這麼救台灣 也可以救全世界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謝謝 掌聲謝謝 接下來我們介紹 世界養生委員會 台灣委員的 黃赫蓮老師 有來嗎 掌聲鼓勵一下 感謝黃赫蓮老師的 光臨 然後接下來 中華長生美學醫學理事長 葉智周醫師 掌聲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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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我想 我們的那個大衛開幕是就這樣結束了 我們現在準備 這個請 貴賓對不對 對 回到原來的作業上 我們準備 做協助性的發表 我們請張銀生那個 泡片這邊準備一下 他這個 做協助性的 謝謝 aprove 謝謝 謝謝